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倒塌魅力 英魂之刃 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三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 站一起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光芙 这是全部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可能 英魂的竞技场玩家的旋盟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WCA 2016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职业预选赛 S2赛季的比赛直播 我是4Dream 我是芽芽 WCA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是有型川市政府 主办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 电子竞技赛事 赛事覆盖全球四大赛 去难过当下最火热的电竞游戏项目 大赛旨在打造最优质的电竞赛事平台 让每一位热爱电子竞技的朋友 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电竞梦想 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一下 网络直播平台 龙珠乐视体育 虎牙出走TV 斗鱼TV搜虎体育 火猫TV游戏 茶餐 T17173 直播小米战旗 TV 滑数 搜虎视频 乐视游戏 优酷 土豆 微精电视 玩家赛事 KK直播 新浪看游戏 全民TV 网易 CC 直播TV CiBN 手机电视 iPad 库6 22TV的大力支持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我们S2赛季的魔兽争霸3的比赛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 对 然后我们的S2赛季也是新进来的四名选手 也是通过我们的补卫赛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S2的分组情况 A组的话是ZDR 英飞 T700和Colorful B组的话是Fly 玉米 浪漫和范一哥 这边的话 那个浪漫 范一哥 和Colorful 三名选手 对 浪漫 范一哥和Colorful是通过我们的补卫赛上来的 对 然后上一赛季的是 120是已经拿到了总决赛的门票 对 然后是周西西和 周西西西和哪位选手 小组第四名小组垫底 无法认 无法认 就是这个小组垫底 然后参加不了我们S2赛季 然后上一赛季的第二名是ZDR 然后这个感觉A组好像实力会更强一些 这个英飞00加上上一个赛季的亚军 然后还有一名新进的选手Colorful Colorful是周西西的徒弟 所以看看徒弟能不能给师傅报仇 我感觉第四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为他这个分组其实不是很好 这个 然后我们今天可能要进行的是这个第一场是进行ZDR对阵00的比赛 然后等于今天下午会带来A组的比赛 然后晚上会带来B组第一轮的小组赛 是 我们看一下双方选手的介绍 ZDR张东日选手受阻 也是我们S1赛季的进入决赛的选手 他并且他是跟那个120打了B5打满了 非常激烈 而且最后一盘其实是打到最后才分出胜负 所以实力还是很强的 他这个介绍我觉得可以换一下 C8的市民选手提训 您不如说一个WC2016 SE的亚军 因为现在新增的一个荣誉嘛 是的 来看另一位选手 这个010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其实就是最近010其实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感觉恢复的还没有这么完美 他双方期的话应该是10年的时候吧 实惯王嘛 对 然后后来就是 13年其实也还好 13年的时候赢了MUNA WCG 然后那年的整体成绩也还不错 从13年以后吧 就开始可能是玩别的游戏玩的比较多 就比较腿了 但是这个状态有些下降 是的 这个ZDR这位选手 其实在除了打人度的方面 都是有很强的实力的 所以其实打人度是他一个最弱的弱项 那其实在这个组也很坑啊 因为Infei和010都在这个组 不过他上一赛季是2比0战胜的Infei 就是可能在自己在打人度的这个方面 已经有所突破 是的 然后看一下咱们在打000的时候 能不能发挥的 这第二赛季还能不能有机会 就是冲击这个我们的总决赛的名额 看一下地图 半图情况 TS TR AI和亚马逊是被搬掉了 第一张地图为L2 然后是 终于不是TM了 啊 败者图是TM和EI 对 我解说WC以来 我感觉所有的首张地图都是TM 总决赛的时候 依然是所有地图都是TM 反正TM是没有人办的 基本上没有人办 好我们来这个 哦 我们这个双方选手应该已经快准备好了 马上就可以开始第一场比赛了 然后今天第二盘是Infei对阵Colorful 然后据说反正他们好多选手是昨天刚打完另一个比赛 然后今天才来参加这个WCA 就很多人可能还是 可能昨天休息还不是特别好 看今天的 手温程度上应该还是可以的 最近因为旁边联赛的缘故 大家都是练习比较勤 但是可能就是休息上会有些问题 最近比赛比较多 对尤其是下午的这两场 我们这个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让他进入游戏 好您现在收看的是WCA2016世纪电子经营大赛 直接选择S2赛季 某手直卖三项目的比赛直播 现在是A组的小组赛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对阵选手是ZDR和TH000 地图是LR 冲在地图左下蓝色的兽足是ZDR 冲在地图右上紫色的人族玩家是TH000 00其实战数是比较多的 所以他前期可能就是 其实ZDR我根据我对他以前的了解 他就是容易被火魔塔 关于人族的一万种Towerrush的方法 我觉得可能就只有Fly可以说是防的稍微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各种Towerrush的话 就是0.0的话会打的比较灵活 就比Infi来说 Infi会打的比较稳一些 对 比你打的可能更随性一点 所以0.0可能打ZDR我感觉会比Infi要好一些 机会大一点 对 因为Infi就是比较稳的话 你就造成你打法比较固定 然后就可以针对嘛 ZDR打这两个人族 你基本上来说你要想小组出现 就必须要从这两个人族手里面拿到分 起码也赢一个人 对 然后我们的比赛应该是魔兽争霸会从今天开始连续4天 是的 把这个名额打出来 然后我们这次的第二赛季也是优化了一下我们的赛制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像魔兽争霸选手 这个玩家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把所有的比赛都看完 这样可能对于选手的来讲的话 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其他的比赛 因为确实现在今天的比赛非常的多 对的 然后这个所有选手都很忙 所以这个比赛的很可能就容易造成冲突 如果赛期赛成太长的话 把赛期压缩了一下 就如果现在有幸看到我们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的话 在接下来的三天当中可以继续关注 基本还是同一时间 对 好的 人大话是 哦直接练这个点啊 这个点有点难练啊 对的 这个有嗜血的 你前期 而且剑胜会不会应该不会来抓这个图 因为他这也是一个 反向的思维吧 剑胜应该一般会去偷这个点 对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洗手都是练一个小点 一般人都会练这个点 所以剑胜过来没有什么好优势 不过这个加了心灵火的这个胖子确实很难练啊 真的很难练 这要是被抓就是完全是堵对面不会来抓 零零真的是之前训练的时候打过这样 他这也是一个赌博嘛 这个万一打出个死亡输 看一下 陈生肯没啥用 最没用的 打出一个死亡输的话 可能一下就赢了 就直接一本TR过去了 对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零零果然打的会比这个info要飘的多呀 在前期也是选择这么一个练击点 这要是剑胜抓过来不全傻了 这两级半的一个大法师 其实来讲对于人度来讲还是优势挺大的了 对这样的话如果没被抓 这也是因为ZDR这名选手可能 对这种应对应对来说还是要 没有那么强 所以他也不是把他起 其实也是 ZDR的风格本来 有点惯性思维了 ZDR的风格本来也是比较偏弗辣一点的 比较偏超过 比较稳 对比较偏稳一点 然后中国兽人好像都是这种打法要多 利用就是对你的了解 然后来针对你做一些改变 因为兽族本身打法变化不会太大 所以他就是前期的一些小细节的处理 会针对你做一些变化 我觉得现在大法师上三已经基本上拦不住了 对 这很轻松 这个宝物还没有卖 对 点一下的话应该就知道了 点一下就知道了 对 现在虽然看到你大法师两级 然后会 这边脱平兵想练 但是看到了步兵 他应该是想开练风框到个三 但是看到了步兵 然后就把拖回去了 知道你步兵在旁边的话 健身肯定也是在隐身的状态 一种你就可能会去来抓我MF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抓不到的话 就有点可能 这个在比赛中 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的博弈的过程 对 我们来看一下林林有没有去 应该不会买霸木机什么的 他是下面有三个 这个步兵没死 操作还是很稀的 这边大法师想偷对面的点 但是 三个步兵一直在跟着 这大法师出不去了 容易出不去了 我来堵一下 诶 这个被网了 走不了 其实也好吧 等健身回来以后 自己敲一波 明明把这个点练掉就可以了 是 而且这边因为野怪的 哎呦 这攻击力真是高 对有个爪 这有个爪子的攻击力明显高 而且他有斜 就变成一个DH了 远程的DH 死了吧 这个肯定是死了 现在只差一个小怪 差一个小怪 好尴尬 健身这是 哦 卡住了 刚才 我这动作非常的不自然 嗯 健身是打出来了一个抽摩棒 应该是卖掉了 被野怪14围了 哎 没有卖 还没卖 他刚才被卡住了嘛 嗯 他其实也不一定会卖 因为这个 我觉得可以在大法师三级的时候 稍微限制一下你的水人 就是水人骚扰的水人数量 哦 这边又被网了 现在零零就是基本上不敢再去再招一个水人了 否则他三级的时候可能会招不出来太多 对他这个肯定是打不死的 健身已经回来了 哦 啊来了来了 这个 健身选择了去 这个水人看见这个水人的动向了 所以去选择抓一下 嗯 零零零零零想把这个小怪练掉到3 对 嗯 这样的话这个大 这个大技这回就有戏了 对 这个死了的话肯定是倒3了 哎呀 这个基因是超级多了 阻止了半天 结果自己的大技送了 哎卡位卡位不错 但是 哎放弃了 不敢不敢 他怕健身回来了 嗯 因为健身已经交出在视野很长时间了 对 已经是来了 但这样追不死 两人都有血 然后一级的疾风步是追不掉的 嗯 我觉得这重生可以留着了 可以留着了 他家里有没有商店啊 哎呃mk过来了 mk那应该会卖了 嗯 如果是tr的话就可以留着 你们就不怕你 相当于一个 血平已经买了 相当于一个保命的 就是你看了你就不会 对面就不会点你的大法师了 对 直接吃了 不满一万捕吗 已经是 还是要先练一阻断 他应该先要把商店给吃了 这个残破的商店 两个步兵 操作一下 好的 哪怕是倒三 然后 哎 可能步兵把这个点练掉 然后去抓一下想 嗯 走得快一些 让mk先扔一锤 嗯 好这个男巫过来还能给这个 自己的部队加一些血 哎 再抢一个晕点 其实我觉得大法师到三 应该可以 可以考虑去压一波了 因为 毕竟对面的话 这时候小外还没有等级 嗯 白牛也没出来 可以抓 可以抓一下 因为 嗯 不过他这个顺路可能需要拆机动 嗯 这样的话 或者是练到这个点 我觉得现在可能练得更好一点 对这个 但是这个点应该不太敢练 有点有点大 因为如果要是就练一个云点的话 给对面练一个商店 他这个博弈是很亏的 他要练的话 就干脆抢对面多抢几个点了 嗯 既然出了MK 那就肯定是一个往中后期打的思路了 对 所以也是要拼一下链极了现在 拼一下链极的速度 但是00链的都是这种小点啊 他主要是抢对方的点 他没有去开链自己家的点 其实他 他有点不太敢抢这个点 这个点其实是可以抢 嗯 刚才的话 他刚才男巫是从地图中间过来的 然后他也是没有看到 哎 练死了 有 折 难怪打了个点 是的 哎 这个大技 折 ZT2G盘的手感 是有点差的 买出来了 对 买英雄去了 感觉可能 哎 哎 剪一下 保物还是要拿 这保物非常好 这一身非常的好 啊 大磨瓶直接给吃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移动泉水 大磨瓶直接吃了 因为剪了个这个 剪了个磨石 我估计这点还没睡醒 哈哈哈 他昨天晚上应该不在啊 是 昨天晚上 练习的比较晚 这边小歪 再死一次吗 小歪磨还比较多 但是 还是 有加速 哎呦 这个白牛卡了自己好几下 嗯 别晕 差一点 差一点就晕了 晕了一下就感觉他就死了 对 不过兽足这边部队还是占优势的 所以还是 灵灵这波应该是看到小歪死了 然后就过来就堵你 这个时候兵应该不太多 他不知道啊问题是 他不知道小歪死了呀 他可能是想练这个点我感觉 好 这个 这咱们看有危险 不过 里边已经交换了一个重生 对 这个这个也快太乱了 对 剑上的装备有点好 三个三个头环 对 这个大MK复活了 但是没有磨 能不能隐身上 女巫是有隐身的 还想继续钢 钢剑上 女巫好像都没有磨 都没有磨 哎呦这个小歪太能奶了 磨太多了呀 对 但是 魔法师 这个位置好窄呀 这个剑胜 哎剑胜什么情况 有加血 嗯 小白应该再去买一个小金星 然后 这个 可多 可多死了 后面的女巫也开始在疯狂的轮石头 这野怪我感觉已经 输出了极大的伤害 在这一张里 打得像四国军旗一样 太棒了 但是我感觉零零没有二英雄 确实打得还是比较累的 对 他现在就纯靠操作 在封锋这个剑上 我说刚才怎么 有个锤子 是石头人上的 嗯 我说以为MK买活了 石头人太厉害了 又杀了一个狼蹄 这一张打得太惨了 嗯 两边都损失了大量的兵 而且感觉这个石头人杀了不少的人 对 但是小歪 依靠宝物的一个优势是强行扛下来了 感觉这一张打完以后 如果就是大家兵力消耗差不多的话 他兽独英雄等级上来了 是关键 嗯 你MK死了 这把我当地板 而且还是二级吧 应该 是的 应该是个二级的 所以英雄等级上 零零是战友烈士 哦 零零还要过来打 嗯 但是他 就是在兵力都比较少的 情况下 这个女巫的作用还是很强的 是的 现在就是英雄上 哎大法师不过快到五了 大法师到五以后 还是比较强势的 因为这边的白牛数量不多 对 刚才那一张死了好几个 对 而且他也是攒魔 也是刚才打了一张 他攒不出来太多的魔法 这张 这个点亮完之后大法师 应该是可以到五的 你去那个3D大水元的话 都太夸张了 应该能到3 那这样的话 感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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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下 真的可以扫一下的 逆势扫一下 反正你不扫家里也是要扫 他应该是会扫 会扫别的地方感觉 应该 好 m可以到3 这样的话等级上 等级上不亏了 对 然后兵力上 其实双方是差不太多的 是的 但是同样少人口的情况下 人组的操作性更强一些 好 这边是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这边 嗯 感觉兵这么少 这么几个兵 赶紧过来打 这波人度的人口比瘦度还多 瘦度很难打 小Y的等敌还是 一个吸血光环啊 这个把握好像很好 不过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是个问题 这个东西解决不了 而且还可以到3了 打建筑打兵都特别疼 现在大法师的位置有点差 往后拉一下 嗯 你看这个 驱驱的这一个白牛 应该都没磨 对 这怎么办 而且他还要驱减速 那女巫看一下女巫的魔法 女巫的魔法也快用光了 不过 有大法师的光环 应该还是慢慢可以回的上来 回的会比较快 我觉得可以点一下这个 用水人去点这个白牛了 对 突然水人点白牛 对 兽足的部队和人的部队都被 这边都在水人点白牛 速度是很快的 因为它是一个穿刺 穿刺打无价 对 这边地形也比较窄 兽足 不过兽足兵也不多 也包不上去 这两个水人真的是 这两个水人太厉害了 而且还分开了 分开了 以后你这个 不能一次都去到 白牛根本就打不过 只好白牛赶紧变身 好 一个锤 再带走一个白牛 现在ZDR感觉 这波有点扛不太重 对 这波本来人口就少 然后应用等级上 原来MK 也让大法师追上来了 也让大法师追上来了 也是计算当中的吗 确实这MK 为了杀这个MK 反正是死了不少的东西 MK死完之后 感觉说今天给到大法师 大法师也是 拿了很丰厚的一笔经验 对 但是这个一仗交换以后 在白牛死伤 比较大的情况下 大法师倒过太厉害了 对 白牛这个单位的话 也是需要找出 而且需要攒出来数量 去攒一下魔法 主要得攒磨 嗯 这个四个白牛满魔 和这种刚打完一仗的白牛 完全 在打春风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对 一样的 嗯 白牛的魔法是很重要的 所以白牛 就是一旦白牛死了 就是兽足最心疼的 其实就是死白牛 他狼奇死 随便死 对 一是白牛贵 二是白牛需要攒磨 所以这么一想的话 真的是有泉水 不管是魔拳还是血拳 说得都很开心 嗯 对 是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外面兵已经是可以掉 但是你拖完时间 你还是出不了更多的白牛啊 对 其实受毒解是因为 他的兵力本身就 就是个数比较少 所以他一旦死了兵过多的话 就被压着的时候就很难捕得起来 现在我感觉杀兵已经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了 你要是想赢的话 苦马只能去秒一个大法师 或者是去秒一下 但是这两个英雄都非常健康 现在以他的输出能力是秒不了的 没有三个狼奇以上没法秒 再撒一把粉 再撒一个那个激进球 这个坚胜感觉要死了 是的 来 杀白牛 好的 把白牛杀光 这个白牛 还有一百多魔 还剩一个 MK小心一些 MK小心 不过他没有狼奇了 就一个狼奇 隐身给上 虚掉 强妙 哎 这边卡卡卡 一堆部队卡的MK 这MK应该是杀不掉的 应该是 没办法杀了 所有人都A在MK的身上 好像已经杀不了 自己 公许下去这00 赢下第一盘 呃 能说00开始的那个决策 其实让他一直保持了优势 到最后 也是 这盘能拿下也是意料之中的 应该根据他 赛前想的剧本 应该是差不太多的感觉 也是因为这盘ZDR 他确实手不太热 前期的时候 练你死小Y 对 主要是练你死的 否则的话 那一仗其实真不是很好说 因为那把 小Y是可以倒三的 对 然后 呃 也是说00把 就是在MK送 MK死掉之后 并没有选择去撤退 而是继续跟对方换兵 考虑到对方的 状态比较残嘛 我能多杀一点兵力 然后让自己大法师尽早倒五的话 也是一个可以胜的点 可以赢下这场比赛一个点 嗯 下一张比赛里头 应该是到ZDR选择 应该是EI 我记得 等一下主机 EI这张图 其实就是对ZDR来说应该会 呃 因为是一名这个 从业余打上来的选手嘛 他是对EI这张图一定是有自己很深的理解 是的 像实际选手的话 我们可能觉得他在其他地图上练的比较多 像你们营业都练一圈的嘛 对 然后但是 不会特意去打这么一张图 对 像业余选手的话 对EI这张来讲 绝对是博图 绝对是打的最多的 以前是TR 然后现在是EI 所以这个EI这张图 其实对于直觉选手来说 不一定打的特别好 嗯 他们反正 反而那些经常在平台上打的人 可能会更厉害 不过现在网易这个平台已经改成搜索了以后 嗯 就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情况 对 反正你不是自己C主机嘛 然后地图你可能都要平均的去打一下 反正以前比赛我都是去掉EI 呵呵呵 不管打什么人 就是打不认识的 那你有败者图选什么 打不认识的就会去掉EI 败者图选什么 TM 嗯 选别的什么 TR呀 TR不行 TR TM 那TM应该会 TR打人 你说打兽度是吗 呃不是 就是打所有的 那不太一样 但是打每个度 打人度 我觉得TR是可以打的 打人度可以 打人度还还好 打打UD的话 打UD肯定 打UD肯定 打UDTR肯定已经去掉了 嗯 好我们的第二场比赛果然是EI 然后我们双方选手应该已经马上就可以开始了 嗯 嗯 好的我们今天下午应该会带来A组的两场BO3 然后晚上6点会带来B组的两场BO3 然后这一天的每天的下午和晚上都会是魔兽争霸 所以这个魔兽争霸观众 尤其是我们还是一个周末 就是有周六周日的两天 所以可以 哦晚上是5点 晚上是5点开始 嗯 所以大家可以 非常舒服的去看我们的比赛 好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WC2016世纪电子经营大赛直接选赛 S2赛季魔兽GMA3 向我们的比赛直播 由ZDR对阵TH00 现在是A组的小组赛 由TH001比0领先 地图是EI 地图右边 蓝色的兽族ZDR 地图左边 紫色的人组玩家就是TH000 嗯 不知道零零这张头会不会用MK 因为我觉得打ZDR这种人的话 就是多变一些战术会好一些 我在想他打MK的话 他祭坛位置不是应该放下面吗 这样的话他起手去练那个 能买目式的点会比较好一点吗 就练功用兵呗 对 但是他要是摆在上面的话 我觉得大法师的可能性是稍微大一点 脸这个脸吗 我觉得MK练那个点是很亏的 我觉得大法师也可以上来练这个点 他摆在上面的话 我觉得多半是大法师了 大法师 他应该是一个正常练三TR的感觉 是 对以前这张地图上有一个无解大招 就是MK报式就好强好强的大招 就有点以前的那个MK开放那种打法 就有点像人都在这个图打UD一样 对 就憋嘛 然后那边就是出头射推 对 就感觉跟打UD没什么区别 感觉一旦被你憋出来大票的空军的话 射度这边就没得打了 现在也只能偶尔用一下 因为会有一些奇效 比如说玉米那次在这张地图上用的就是还比较 效果比较好 其实上个赛季的玉米打 跟ZDR打这张地图的时候也是 就这张应该是决胜局 然后打的特别的激烈 反正也是最后因为 反正双方失误到最后 拼到最后的时候失误都比较多 然后可能玉米失误会更多一些 也就导致了输给了ZDR 但是从MK这个效果来看 还是前期还是收到了很大的很好的效果 这盘打一个正常了 对 这盘应该是正常打 不知道刚才ZDR有没有去看一下录像 不过其实他刚才应该也知道了 后来有重生十四章的时候 也知道你骑手链哪个点了 哎呀 这两个 对 两个 哎呀 监生也选择了 看一下你没有连弓兵 所以不着急抓 藏一下 别让监生收了 二本非常快 正常一个二本的TR了可能会 嗯 看能 主要看能不能前提练到三 对 多半的话 需要练三的话 是需要去摸一下输的 嗯 因为这读小点特别多 所以 前期的话可以用民兵练自己家的这些点 所以他现在要去外边 我看到 剑圣是在偷真正蓝胖子 然后他的步兵已经是去左边的彩票点了 已经去左边彩票点去看蹲大法师了 没蹲到 然后看大法师 大法师应该不会第一个点练这个 他想上三的话是要摸彩票 可能会去摸对方的彩票 肯定会摸这个 就是不会摸自己家 自己家那可以一会儿 敲明明什么的 或者放个水人 或者步兵回去 哦去拆地洞 拆不地洞这个可以的呀 这个第三个地洞是要退了 哎呦 这边步兵小心别被收 剑圣不过剑圣从下面回来 买鞋去了 步兵血比较残 是的 这边应该是还要被收一个 感觉要被收了 对 应该要被收一个 前期步兵不能死太多 死太多的话 二本TR的时候没有什么肉论了 对 不过0-0如果前期练不到3的话 可能还会使用刚才那个局的 除MK MK打后期 正常打 嗯 其实我觉得他既然要选择去骚扰地洞的话 那多半个让地图是不会去练3了 因为现在时间是到200已经来不太急了 嗯 而且被剑圣盯上了都 互相再打对面的步兵 不过这边步兵很明显太硬 对 这盘的话 咦卡一下 卡不了 这盘里面没有没有选择去那个去买鞋 因为只有一个商店嘛 鞋被对面买了的话 他抢追死 大技是不太现实的 宝贵水平也不太一样 跟上一局 一个头环 没有钱 就是摸摸彩票吗 绕了一个大圈 难道要偷这个点 偷这个点有点玄幻吧 这打得很慢的呀 打不了 打不了 这个打得非常的慢 他没有留钱 没有留钱就打不了 留钱的话 买个绿皮 对买个绿皮 买个黄皮还能练 但是黄皮在打瘦足的时候性价比极低 所以一般人也不会买 因为这个剑胜卡黄皮太快了 对 而且他的二本马上就要出南乌了 你要说一本的时候 你出一个MK的话 买个黄皮还可以理解 又收了一部兵 死了三个部兵了 三个还是四个 三个 三个吧 应该是三个 三个不兵了 不兵死的有点多 听听感觉从二本 快好到二本好这段时间 没事 有点迷茫 没干事 在地图上一直在逛机 这节奏有些不太 不太舒服 对 感觉一直在逛机 好 能杀一个大技 应该是能 MK锤子还没交呢 这个锤子是要 诶诶 诶 这MK拖的有点远啊 诶 诶 锤子肯定是在那个 像这种时候 其实这种锤子 它应该是操作失误感觉 锤子肯定是要 就是快能杀死的时候 去锤 就是你保证一个锤能杀死 能带走一个兵的话 你这个锤子的效用就最大 像这个锤子其实就白锤了 嗯 因为你杀不掉 是的 也是 刚才那个应该是个失误 不小心把MK拉得太远 那这波的话是受阻拉回家不减 这是变了一个 变了一个 是考虑到你有三个残血的大技 所以我就直接过来压一波 它是有女巫的 嗯 它是想过来去压你的状态 就是在女巫有的时候 你没有白牛没有狼奇 这么一个时间 对 而现在的话 ZDR也是发现这一点 你的唯一一个控制单位 女巫把她给杀掉的话就可以了 好 紧加速 紧加速 但是 MK这边控了一下 控了一下 减速刚才放了 放过了 放了一下 但是后 后边应该放不出来了感觉 哎呀 啊 冥冰敲过来 嗯 这边ZDR也是带了苦弓 好 要围一下 围一下能不能围住 围住了 围住了 而且 这样的话 这波 感觉不太好拿 对 很难考了 就本来010可能不太像 不一定能TR下来感觉 对 本来如果要是健身没死的话 这波是010亏的 他的法师已经全部被杀掉了 已经没有温暴的 而且他有可能会走 就是带着这波兵走 但是现在 把健身围死了 那就不一样了 ZDR感觉刚才是没有注意自己健身的一个状态 十几点磨 没磨 没磨 好尴尬 这样的话 这个塔的位置还是能威胁到商店和祭坛 这是一个寿主非常讨厌的位置 你还没有地多能够保护到前面的两个建筑 再往前造一两个格就可以打到这个基地了 基地 就是如果受阻的塔是不是就能打到基地了 就前面的这个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多100的射程 感觉这局ZDR不太好打了 健身死的太伤了 不过应该还是能够活出来 应该祭坛还是够时间活出来 对 还比较快 但 但是这个塔 看一下 等杰兽活出来状态不好 这塔已经基本上已经好了 我觉得至少能好后边那两根了 对 他前面这几个他得先拆吧 不能先拆后边 绕过去 绕过去这个位置 不太好 绕冰太少了 还是想从正面过去 想趁紧接受活出来的一波打一波 点上来了 现在打兵吗 打兵呢 打兵呢 那就感觉要输了呀 MK 想杀MK 完了 塔好了 这个MK 杀了也没什么太大用感觉 三级 先把前面这两根解决了吧 解决不了了 他现在已经 他第一波选择杀MK 没杀成就已经输了 就已经输了 这个时候 因为塔必定起来了 这三根一起来以后 后边这几个肯定只能起来了 龙兵都回去了 不需要了 对 他也不打算继续往天天塔 他只用 只用慢慢的拿法师部队去蚕食你的建筑就可以了 对 他现在这么打是一个稳赢 就是 这波打不下来我也能让你大伤 对 而且基本上就打下来了 对 他没有伤电了 这个塔已经可以打到了 现在我就站在 我所有的部队缩在上面 站在上面 我就站塔 我不走了 对 我就站在这里 然后你一走我就过去干扰你采矿 然后你往上冲我就缩回塔 这是最恶心的一个打法 你看现在连矿都采不了 嗯 那已经不需要再往前马塔了 对 再加上他也没木 他就站在这里就可以了 其实没木头了 这五个塔也是 六个塔也是废了好多的木 现在出顶盾目标就行了感觉 嗯 已经有顶盾了 已经有顶盾了 现在顶盾目标过来拆地盾了 踩不了矿呢 是的 现在我觉得ZDA应该是在出投资车吗 没有在出 他是有模仿的 他都没有模仿 有模仿在这儿 来不及了 现在出感觉已经来不及了 健胜健胜 哎呦 现在出已经来不及了 叽叽 也是 恭喜一下 TG002比0 小组赛首开得胜 嗯 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感觉ZDA今天状态 一般吧 确实不是很好 第一盘的时候 炼击死英雄已经看出来 他手不是很热 然后第二盘的时候 这个 剑胜走到了人群当中 嗯 感觉 没有发挥出自己 就是之前 我看打 上个赛季打玉米 打英飞那种实力 对 他上了赛季 我其实觉得他发挥最好的说明 就是决赛 打120的那几下 也有可能有这种 就是 可能他打0-0不是特别适应 尤其第一盘上来 被偷了一个大点 可能心态有些影响 所以 这也是每个人 就是有一个互克的关系吧 就有的人 你打起来就是很费劲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我们下一场比赛是 英飞对阵Color 然后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等待两名选手准备比赛 feels like your life is over feels like all hope is gone you kiss it all away maybe maybe this is the second coming this is a call to arms your finest tower won't be wasted wasted hey hey hell is what you make me rise against your faith faith nothing's gonna keep you down even if it's kill you because you know the trut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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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